我帶你喜歡來解釋一首詩的寫作背景 因為我覺得這樣會把一首詩極限帶到某一個方向去 我是希望詩能夠自己的最好 你從你的角度 他從他的角度 有不同的方向的發展 但是我在這裡我還是簡單的要把解釋詩 當時寫解釋詩的那種時空背景要解釋一下 就我寫解釋詩的時候 那時候台北市正好非常亂的時候 有的人就站在台上就不下來 那我就有一點那種有一些的想法 那我就把它寫出來 我這首詩叫《詩芬克斯》 詩芬克斯盤踞在城市幾里密布的叢林之間 在看熱鬧的群照 空洞的血眼中 仰天憤力 沙芽赤兒的獅吼 停頓在日落多雲的天空 人頭瘦身 臭亂之性別 在最後一泊的失火 在遊客殘酷的學生中 如一聲咳嗽 一口龍潭 在這始終頓舞的方寸石街上 好 謝謝